I can fly 哈囉各位觀眾歡迎回來豪宅系列 我們今天要讓小富繼續帶各位看一下房子啦 這次的房子呢是坐落於這片山腰上面 然後他可以俯瞰整個旁邊西部的海岸 來啦到這個地方啦 這裡是一個10號屋 然後呢這邊門口當然是有幾個拿槍警衛 所以這才符合這種豪宅的氣勢對不對 然後上面一個國旗呢是插著這個 藍色白色紅色這就是法國國旗了吧 應該是吧沒有說錯 可見這棟房子應該是一個法國人的房子 然後呢一進來這個地方 那邊有一台車子停在那邊是不是 我看一下 卡住 這個地板設計不是很好啊 我們把車子緩緩的 停靠在 今天保全大哥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喔 欸欸欸欸 結過 欸欸欸 好的 好的 OK就停在這個地方 好不好 我們就先停在這裡 你看一進來 旁邊就是門口 我走掉的時候這個門口就會關閉起來 火掉 這卡住了這是 這 設計不太好啊 卡住了 OK好 保全大哥 沒事沒事 自己人自己人 今天只在看一下房子而已 一進門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氣派的客廳 左右兩邊是什麼 唉唷 怎麼那麼多保鏢啊 這個屋主是正常的嗎 也太多保鏢了吧 還有一個小小的榕樹 噪音在這個地方啊 平常沒事就可以出來曬曬太陽這樣子 不過要曬太陽 我還是覺得躺在這個地方 比較舒暢啊 這個太浮誇了吧 在游泳池旁邊 然後有這個超高級的沙發還有電視 這邊為什麼剛剛 車道和過來這邊 少了一個東西的感覺 好像沒有 他原本就是這樣子設計的 我看一下 小心不要跳下去 車子停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這邊就是游泳池這樣走過來 然後可以躺在這個上面是不是 然後在旁邊這樣子看著大海 還有別人的家裡在那個地方 還爽啊 這完全就是億萬富翁的生活 然後這個游泳池呢 對游泳池只能站著 不能游啊 走著走著好像 欸 走著走著 有點卡住的感覺 然後爬上來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東西 上不來 呵呵 這個沖洗的浮板應該是上不去了 然後這地方又可以躺超多人 這個真的要朋友和家人夠多 才可以把這邊躺好躺滿吧 天啊 這是房子的正面是不是 看過來 欸 欸 那保鑣上班 那邊打卡拍照是哪招 好啦好啦 人之長青啊 看到這種豪宅 不明的俗的也是要來拍照一下 我們先 逛這邊好了 這裡有一個地下室可以下去是不是 等一下再看看 這地方就是一般的客廳 我覺得這個客廳好像少了一點Fu的感覺啊 看起來是有一點點空啦 這客廳稍微弱了一點點 不過它好像比較是注重在戶外這種感覺 超棒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大大的時鐘 左邊這邊是一顆 這是一個飛機的模型的樣子啊 看起來這個屋主應該是個飛行員啊 然後呢 走到這個地方 我們再把旁邊逛完再去地下室啊 這裡是什麼 撞球台 對身為一個好野人 就是要一個撞球台還有桌球的地方 不過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這個土 會直接 靠在我們家這裡 這是怎樣 為了親近大自然是不是 這個土 到時候一個下雨 土石流什麼的 這個家可能就掰了 不過有錢人嘛 房子回了一棟 再買一棟就好了 在這邊走過去就是停機坪了 停一般的自然機 然後這邊走上去是二樓是不是 我們就不要走上去 我們先去地下室看一下 地下室是什麼東西啊 應該是停車場吧 然後這邊來 下去 你看這個地方 這個有點危險啊 平常走在路上 走著走著 就掉到地下室去了 連那個餐桌那邊也是 欸 欸 等一下 欸 欸 哪裡 欸 欸 欸 啊 喔 這怎麼回事 太神奇了這裡 嚇我一跳 怎麼走著走著 會進到海洋 這個設計 真的是不知道怎麼吐槽 這邊就是車庫了吧 有一台車子被包住了 不知道什麼車子 這什麼 這怎麼感覺像那個 喔 這是車門啊 我看得出來了 個金的車門 哇賽 這邊應該就是剛剛 我們上面看到那個窟窿吧 這邊 掃一個地方這樣子 對 欸這是不是有掃東西啊 我怎麼覺得好像有掃 這設計感覺看起來怪怪的 是我錯覺嗎 我覺得好像 不太美感的樣子 下面是什麼 下面是另外一個入口 是不是 喔 它從那個地方也可以上來 然後直接停到車庫 所以我剛剛應該是從 那個地方上來的啊 好啦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就在旁邊好好的守著我們這門口啊 這地方停著一台重機 丘旅車 然後這就是GTA5裡面的 勞斯萊斯吧 還是兵力 反正很貴 對 一般人一輩子可能都買不起 這樣子 這邊貼著平常出遊時的照片吧 哇 有直升機 有飛機 小海鯊 重機什麼的 這邊還貼了一個輪胎 這一塊牆壁顏色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它是一個暗門是不是 好走出來 等一下等一下 你這門設計是怎麼回事 不要靠我這麼近小貨 這門 怎麼走出來一片雜草 喔 原來是一個健身房的部分啊 然後這健身房旁邊 也都是一堆土卡在這裡 這怎樣 一邊運動 然後一邊 體驗著大自然嗎 這太恐怖了吧 健身到一半 然後那土石流一來 屋主直接隔屁這樣子 太恐怖了這健身房 不太行不太行 我覺得 這個空間感實在是太狹小了 我現在發現這邊有一個 Motorsport Employee of the Month 不然可憐克林頓 所以這是我家是嗎 好啦 算了 咱們不要在意這些細節啊 地下室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來 早上來 早上來 這四角為什麼 這房子的四角真的玩起來怪怪的 一樓的話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我怎麼覺得這邊的天花板的色差怪怪的 好啦算了 我們再去二樓看一下 這裡還擺著一個 武士刀 GTA裡面 有預設武士刀喔 不知道欸 走上來看一下 把車子停在家裡是什麼概念 這是模型嗎 這可以開嗎 這可以騎嗎 暴君 這可以騎欸 重機停在二樓 是一個完全不想牽出去的概念吧 等一下他 他後面好像有一個門 貌似是可以真的騎出去的 我看一下這邊是怎樣 這邊又一個保鏢 喔這裡就是剛剛那個啦 門口進來 左轉地方 然後這樣彎過來 喔那可以 他的 這個車子是可以騎出去的 好不好 這個車子是 你想騎出去就直接騎出去 欸 這個玻璃怎麼是 這樣子做的 他不是透窗透出去的 好吧 就這樣吧 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吐槽了 我們今天是要帶這種 欣賞心情 來看這座房子的啦 不要一直吐槽人家屋主好不好 這蓋的是真的不錯 只是這個房子 比較瘦長一點 所以走起來就感覺怪怪的 沒有那種 比較氣派的FU啊 這裡應該是主臥室吧 對晚上睡覺 脫光衣服 在床上做什麼事情 都會被路過的人看到吧 走出來這邊就是 種著一些草地這樣子 現代建築通常都會有這種 在室內做一些綠化的設計啊 不過他是擺在陽台啦 然後呢這裡又是什麼 你看他的牆壁設計 真的是有點怪怪的 這邊又可以走出去 欸 一個望遠鏡在這裡 欸 嗯 這是玻璃是不是 蛤 等一下 跳出去 這是玻璃耶 哇哩 那門口在哪裡啊 啊門口在這裡 好 自動門 走過來這邊 這裡是一個浴室 哇 露天形的浴室 你在洗澡的時候 依然可以看著這個海景 那這座房子 果然是以海景為賣相來打造的 我看出來了 他是屋主啊 原來這位兄弟 你就是屋主啊 兄弟 哇在這邊喝個酒啊 哇拍照拍照拍照 一堆人在拍他 這一間看起來比較像主臥室 躺在床上的時候 可以看著遠方這樣子 這才是主臥的感覺 剛剛那一間應該是客房 啊這邊是 喔這邊就走過來 我還以為是什麼地方 喔 原來這門是這樣走過來的喔 了解了解 然後這屋主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多頂帽子 一般人會有這麼多頂帽子嗎 應該不會吧 太浮誇了這個 這邊應該沒有門了齁 你看他的牆壁設計之內 為什麼不是一體成型的 好奇怪喔 二樓的話是不是就這樣子 等一下我看一下 這邊有個望遠鏡 這望遠鏡平常 我不信 是拿來看海的 應該是拿來看 旁邊屋子裡面的人吧 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人 為什麼這邊不做一個 不做一個門呢 開放式的門 我從這邊來 一定要這樣子 從這裡回去就對了 好吧 坐著這樣子設計 我也沒辦法了 好那走到這邊來看一下 來 哇這個武器是 我就知道這個屋主 肯定不是個簡單的人物啊 還放著黃金隔離槍 躺在這邊 這邊是給別人來談生意的 是不是 我看了什麼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東西 它是伸縮的嗎 好它是伸縮的 非常好 這邊設計還不錯 這邊有那種透創的感覺 然後錢 對錢就是堆在這邊 到底正常的家裡 誰會把錢擺成這樣子 而且旁邊怎麼又有土啦 奇怪 為什麼總是有一些土壤 在這個家裡面看到 這屋主也太熱愛大自然了吧 欸 這邊看起來就像一個軍火交易的現場 然後這是飛彈發射器嗎 還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 我完全不想去理解這個屋主 平時的愛好是什麼 好啦 再來看一下這個陽台 OK 喝著小酒躺在這個沙發上 這個房子設計感 都是以大海為主題的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在旁邊 看到這個海景 走出來這個地方 走出來這個地方 這個保鏢到底會不會動 測試一下 測試一下 我看一下 這保鏢是不可攻擊物 你看我 我這樣子攻擊 不行欸 這保鏢不能攻擊 哇塞 我來看一下這個家裡 還有什麼地方沒介紹到的 我覺得我應該都介紹完畢了吧 這個房子 我真的是 我的 強迫症有點發作啊各位 整體來說 這棟房子是很不錯 可是我覺得 一些小細節上面的設計 真的不是太好 好我們開個修改器 來拉個遠景看一下 這棟房子 從遠看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飛到對面 剛剛這座家裡來看 他從這個地方看過來 他算是一個在半山腰上面的房子 這個如果在台灣設計成這樣 跟你講 吐石流一來 絕對就去了 他大部分的設計 都是採大量式的落地窗 所以你幾乎可以在任何一個房間 一轉頭過來 就可以直接看到大海 然後我現在發現的事情 為什麼我的傷拖勞不見了 等一下我要把這個車主的車子給丟走 我覺得這棟房子 設計比較好的地方 可能就是這裡的吧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這邊的設計 這邊接過來這個游泳池 設計的美感還是有的 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 稍微調到晚上來看一下 這棟房子 在夜晚的採光如何 唉唷 其實這棟房子 在夜晚的採光很不錯耶 你看他的游泳池 有這種藍光的設計 這樣子看過來很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子室內的感覺怎麼樣 室內看起來都非常的夠的樣子 警察來抓屋主了嗎 應該不是啦 他用了非常多同系列的燈光 雖然採光很不錯 可是 可以看久了可以看你 你看他全部都是設計一樣的燈光 果然我就說 這一棟房子就是這游泳池好看一點 怎麼抓到那個東西 奇怪 好的這個屋子 儘管在一些細節上面設計的 不是那麼的OK 但是整個總體來說 給人的感覺還是不錯的 如果你能忍受這些小小瑕疵的話 我覺得這棟房子還OK啦好不好 尤其是這個一樓停車的地方 這樣子燈光打下去看起來還不錯 不過呢你下坡的時候就要小心 我相信如果衝得太快 這車子絕對是會掉下來的 好啦我們再把時間調回來早上 最後呢我們就直接把車主的車開走 沒辦法他把我的傷錯老給拖走 我現在有點小小難過啊 我看一下 這個警衛是不是撞不倒啊 如果他們是不可攻擊的話 來啊看一下 這個死神 來死神 龍蕊 果然撞不過去 哇塞 這個寶貝又太硬了吧 其實我發現一個問題 那如果我要出去的話 我是要倒車嗎 啊倒車出去是不是 好啦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這個房子呢 就介紹到這邊 希望你會喜歡這次影片 不用怕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到我的FB粉絲專頁 更重要是按下小鈴鐺 那我們就在下一張的模組影片再見喔 大家掰掰 我來介紹你 -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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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小鈴鐺 戀一下- 等一下- 說響點- customs- 等一下- 不要緊張- 輕鬆烈